我們今天又要來去出遠門 再來去彰化 欸跟你講自從我開始騎腳踏車之後 洞洞就是跑台中彰化是怎麼樣 原來那邊真的是腳踏車大本營 今天為什麼去彰化呢 最主要啊 因為我的腳踏車 我個人覺得它的特色一直凸顯不出來 這件事情 所以我就特別聯絡了美利達 問他們可以協助我這件事情 所以今天我就要特別回到美利達一趟 重新把我的車烤漆變裝一下 出發吧 沒錯 我現在人已經來到彰化美利達總公司了 但這次不是騎車來啦 是開車來 為什麼會來這邊呢 主要是因為最近我覺得我的腳踏車的顏色 實在是每次騎乘的時候 拍照都拍不出來我的車的LOGO 所以特別跟美利達他們協調一下 希望可以讓我自己參與 把我的車稍微改裝一下 所以待會呢 我將把我的目前的這台車 然後送到噴漆場裡面 稍微調整一下我現在的這個配色的部分 那預計啊 應該會把我的LOGO 這些黑色 浮標 亮亮的地方 噴成白色的 那 等一下噴漆狀況 我也沒試過 希望噴完不會有流鼻氣的狀況 那我們就去試試看噴漆吧 GOGO 噴漆這關簡單啦 果然是輕鬆過關 那我們就到下一關貼標籤去吧 GOGO 剛已經烤完漆了 接下來我們就要進入到貼標的部分 那就麻煩你教我怎麼貼了 然後貼標的話就是我們會先準備藥水 藥水 OK 那藥水的目的是要幹嘛 就是黏稠圖的 車台 你看你貼哪一台車 我們就要準備商標 然後商標的話要核對規範 就是核對電腦 嗯 放到那邊 好 這個規範的意思就是要貼哪裡 然後要貼多高的設定位置 距離啊 還有代表名稱 OK 所以這台也是斯特拉 對這台是斯特拉 跟我一樣 我的也是斯特拉 我會核對名稱 然後顏色 像這個的話 它是說貼至中的話就是 軸環至中 這樣 然後所以它寫 就是標這樣的話就是 它的商標頂著就好了 所以對完商標下個階段才可以貼 要先知道你哪個貼紙 要貼在哪個部位 不要貼錯了 還有顏色很重要 希望這台車不會被我貼到毀掉 所以要先泡水 然後才來黏 因為要泡了之後 它的商標跟離經紙才會貼 OK 就跟那個 紋身貼紙 紋身貼紙講不出來 可惡 這樣就黏上去了 不知不覺 我們等一下來PK一下 這個最大條的兩條 不然那個比較難 這比較難嗎 我想說 我想說大張一點 那個比較好對那個位置 好吧 那我還是貼這條小的好了 我們先把他換個位置 因為我是新手 沒有辦法像他們這樣立著刮 我就用到架子上 刮完一張 我都已經滿身汗了 這裡還是冷氣房 這一台車有幾張貼紙啊 不一定 有時候到十幾張 就看車看 十幾張我一張都貼不好了 我剩得不知道怎麼辦 輕輕鬆鬆 你看多整齊啊 一個氣泡都沒有 搞定 這樣可以錄取嗎 可以 這樣 貼車貼這部分啊 真的是非常吃耐心跟細心 貼紙的對位啊 或是刮除氣泡 其實都要非常小心地思作 如果你這樣一不小心 可能整張就要重新貼了 真的是很佩服這位學姊的手工藝 這部分太細膩了 我看我還是來玩一些 比較硬派的焊接吧 GOGO OK 我們已經來到他們的焊接場裡面 待會我們就要來挑戰 一日焊接的這個活動 但是 欸 已經到了 就是他們的訓練道場 但是聽說進去之前 還有一個穩定度測試 考試過了 才可以當他們的焊接員工 那我們就 來挑戰一下吧 我們日焊接之前 我們要先通過那個手部的穩定度測試 OK 要測試你的手部是不是非常穩定 所以待會的穩定度測試就是 我不能讓它碰到那個機台 不然就會有失敗的情況 對對對 OK 那我們 那我們就去測試看看囉 好 沒問題 你的穩定度還算蠻不錯的喔 還不錯嗎 對 欸這個轉彎有點恐怖耶 對啊 好像在參加那個日本綜藝節目 碰到就會噴氣 快破關了喔 我這個穩定度 啊 稍微碰到一點點 我這個穩定度是可以 然後你再放進去 全身爆汗 那老師我們開始是有要準備什麼裝備 或注意什麼事項嗎 有 我們 基本上焊接的話都依靠裝備 OK 首先我們可能會先戴上口罩 口罩 對 因為防疫嗎 不是因為防疫 那口罩是為了 為了防塵作用 所以焊的時候會有 會有煙霧 OK 所以先戴口罩 好 然後之後 我們還會戴上耳塞 耳塞 對 那戴耳塞是因為會有聲音很大 對 焊接的過程中 它的雜音會比較大 OK 配戴的話可以保護好 再來就是 我們要保護好我們的手 對 對 手指還有手指 基本上就是我們會先戴 繡套 繡套 OK 繡套的話 在焊接的時候 如果你手會去碰觸到 擦焊接觸發 也可以送是一種保護 防熱就對了 對 才不會去燙到 OK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 手套基本上都是戴兩層 喔 戴兩層喔 對 我想說幹嘛那麼貼心幫 攝影師準備一雙 應該是要我戴兩層 對 OK 然後最後一個就是我們的焊接棒 哇 這個很專業耶 對 好慢 這個是人家在那個 看字偏時的時候用的那個 也是可以啊 對對對 也是看得到 OK 那這個的目的是要做什麼 就是要保護好我們的眼睛 因為它的光線很強 嗯 焊了之後它會有一些很亮的強光 對對對 好 沒問題這次要保護眼睛了 對 所以我們保護裝備已經準備完成 對 那接下來就可以開始了嗎 可以直接焊接了 好 好 導師我們等一下有要焊什麼樣的東西嗎 因為我好像看腳踏車上有蠻多不同的焊接方式 對 我們首先可能一剛開始我們新人 對 會先焊比較標準的一個魚鱗焊 OK 所以我們再來要先以魚鱗焊的練習為主 對對對 那 我們接下來就可以開始了 我已經準備好了 好 所以準備好的時候我們現在就要開始 我會先教你焊槍的握法 對 但他在講我們焊焊握法是怎樣握的 怎麼樣 踩著 踩著 然後慢慢往下 你看 現在長這樣 它這個焊的感覺 跟想像的不太一樣 而且好燙喔 那這種立體是不是難度會更高 因為像車架是彎來彎去的嘛 它不會都走直線 對對對 所以到最後你的手要非常的靈活 就是可以跟著那個車架轉彎 對對對 跟車的交易 所以你看一個車 就是一台旅車要完成 其實它不是只有 就是看起來 就是這麼簡單而已 它還要在每個工藝點都要 焊重東西 旅車怎麼會賣那麼便宜啊 我覺得這超難的耶 好那以上就是今天來體驗這個製作的過程啊 簡單來說 超級困難 還是直接買乘車比較快 好啦希望今天這個 體驗這個車架的焊接過程 對待有幫助啊 我是你的家洋隊 我們下一集見 掰掰 車回來了 幹 烤完漆 超級帥耶 它原本是完全是有點像亮黑的材質 現在完全變成是亮白 跟我上面這個上管的顏色 完全是一套 但是噴漆時間其實有點長 從你看到我噴的那一刻到我重新拿到車子 大概已經過了一個禮拜 但是噴完的質感真的是超讚 好啦我們下支影片見囉